各位网友大家好 德国世界报最近发表了一篇汉堡大学经济学 国际经济关系教授关于中国的文章 贸易政策 中国的世界新秩序危及德国的商业模式 图片说明Straup哈是汉堡大学经济学 国际经济关系教授 北京正在发号施令建立新的世界秩序 并毫无顾忌的输出其对法治的理解 这关系到工业全球化的德国成功模式 其实关系到的甚至更多 中国政治的各个碎片一块块的组合起来 形成了一个和谐的马赛克 一个由北京主导和支配的世界经济新秩序的轮廓 清晰可见 这应该给德国敲响所有的警钟 这关系到工业全球化的德国成功模式 但实质上 中国人马赛克给德国的意义远不止于此 他关系到个人基本权利和自由的维护 关系到21世纪西方法律和经济制度的独立和自主 远看像是随意缝制的中式拼结地毯 近看则是经过精密规划的图案 首先人民共和国通过在非洲投资 获得了自然资源 原材料和稀土 然后在新兴经济体中 使权贵们对贷款形成依赖 历史的失手之路重现新辉煌 最后通过大量购买股票 积极参与私人公司的控股和基础设施建设 尤其是在欧洲 希腊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明显的例子 2010年上半年 当时希腊政府频临破产威胁 比雷埃夫斯港不得不私有化 来支持希腊财政 并为其救债再融资 中国国有企业中远 中国远洋运输公司 纠准时机 它先是作为租赁方 然后是买方接受该港口 德国知识补充一些背景知识 这件事我记得非常清楚 当时德国落井下石 对希腊一路追杀 当年希腊的新财长恨死了德国 前段时间我翻译的一个这位财长视频 他就愤怒的讲到德国 在本视频的结尾 我有个链接 大家有兴趣可以看看 如果这是一位德国大学的经济学 国际关系的教授 我就只能啊啊了 为何现在来指责中国 德国也同样可以参与投标 对吧 当年德国觉得港口不可能赚钱 所以根本就不想接手港口 中国人有眼光 硬是把昔日无人问津的港口盘活了 而现在西方来捣打一耙 这人品太差了 妥妥的羡慕嫉妒恨 不过这样能解决德国的问题吗 北京想通过一带一路倡议 打造一个从中国东海岸的黄海 到大西洋的欧洲悬崖 同时辐射到非洲的欧亚经济区 历史上重要的尸首之路 将重现新的辉煌 同时人民共和国也扩大了 在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和主导地位 2020年11月 中国与14个亚太国家签署了 自由贸易协定RCEP 中国领导下的太平洋经济区 必须迫使欧洲重新调整 跨大西洋的事业 好 德国知识来说说 这位德国教授说的什么屁话 RCEP根本就不是中国主导 也不是中国领导的有没有 更多马赛克碎片毫无疑问的证明 北京的行动没有任何偶然性 而是遵循着清醒的权力战略 香港目前所经历的一切 必须让欧洲人睁开眼睛 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告诉大家 这对其他人意味着什么 不管外交上的损失如何 人民共和国正在向世界其他地方 输出它对法治的理解 它的游戏规则和它的国安法 敌人的朋友成为敌人 香港可能是第一张落入北京手中的 多米诺骨牌 在中央帝国寻求以中国为主导的 世界秩序的过程中 接下来会轮到其他国家 在争夺全球霸主地位的过程中 中国使用了一种众所周知的手段 美国在特朗普的带领下 也肆无忌惮地使用这种手段 即敌人的朋友自己也成了敌人 凡是这里有个括号也 与竞争对手做生意的人 都会被当成敌人 失去一切好感 人民共和国对西藏问题 一直实行这种非常强大的力量展示 长期以来对待台湾也一样 那些承认民主共和国倒国的人 都会受到北京的无情打压 在这里当然是指台湾 香港现在也有同样的情况 任何对反对派及其独立政策 表示同情的人 都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即使这威胁到他们的生存 届时进入澎大的中国内部市场 将变得更加困难 最坏的情况是完全无法进入 好 对我知识来说说 这完全没毛病 想非得中国还想赚中国的钱 门都没有 中国主导的世界经济秩序 将成为德国在2020年代 最大经济挑战 它有可能冲击工业全球化 德国模式的核心 并摧毁它 战后和21世纪头20年的 德国经济和就业奇迹 是建立在当地工业品 在世界市场上取得巨大成功的基础上 出口决定经济发展步伐 美国的多边主义 确保了德国的商业模式 德国公司向外国客户出售高质量的资本货物 运输工具 基础设施 化学和医药产品 起初主要是终端产品出口 但一方面服务 维护和经营逐渐变得重要 另一方面初级产品 半成品和零配件的供应也变得重要 好 德国知识来说说 这个教授估计就是个精美分子 还TMD美国多边主义呢 难道他不知道 这是美国这几年大搞单边主义 甚至德国自己也变成 美国单边主义的受害者 这德国教授是眼瞎了 还是拿了美国的钱来写这样的文章 由美国塑造和主导的多边主义 保证了德国出口业 在国际法下的商业模式 它使本地公司能够更容易的 将其服务销往国外 2001年12月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 也为德国企业打开了进入 拥有十几亿人口的 庞大国内市场的大门 随着时间的推移 在与中国的业务中 可观的销售额和利润意味着 对许多德国公司来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日益发展成为一个 经济集群风险 显然这伴随着危险的依赖性 越来越容易受到讹诈 本世纪初以来 从制造业到服务业 再到最后的数字经济的结构性变化 改变了德国原本以商品出口 为驱动的商业模式 货物贸易先是被工业全球化补充和部分取代 然后又被数字化的数据流取代 特别是与中国的交易中 德国出口的工业品 被人民共和国本地生产的 德国汽车机械和设备所取代 越来越多的德国研发中产生的创新理念 被直接用于客户的咨询 调试和维护 并以新产品和新工艺的形式进一步发展 受保护的知识和创新 知识产权专利和许可证 现在在中国只需清点鼠标 就可以使用 甚至滥用 从食物商品经济 向数字数据经济转型 进一步增加了德国对人民共和国的依赖 对于大数据 中国走在了前列 政治可能现在已经领先于美国 如果说数据是新的石油 那么中国就是新的沙特 谷歌中国前总裁李开复说 然而在互联网和网络空间 过去和现在都没有保护弱者 免受强者侵害的多边法律框架 在这里只有弱肉强食的法则 只有美国和中国这两个网络巨头 可以为所欲为 其他国家都变成接受指令的角色 他们必须默默的接受命令 如果解读中国人的马赛克 那么70多年来一直有效的 美国世界经济秩序最终接受 他给欧洲尤其是德国带来了 做梦都想不到的经济成功 在中央帝国 我们受到与西方法律 民主市场观念 平等对待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这是绝对不可逆的 未来不再有德美 也不再有德中伙伴关系 只有二选一 要么德国及欧盟接受一个美国 要么接受一个中国的世界经济秩序 要么欧洲人选择美国 作为他们的战略盟友 从而把中国作为我们的鼠底 或者我们站在人民共和国一边 放弃跨大西洋联盟 从而也可能放弃美国 对欧洲的军事盾牌 第三种方式 欧洲甚至德国都有一定话语权 为了能够在完全独立自主的情况下 可以二者兼得 但在2020年代初 还看不到这种可能性 这种情况必须要改变 越快越好 因为比起工业全球化时代 在数字化数据经济中 想要追赶领先的垄断企业 几乎是不可能的 你一旦掉队 你就会越来越被抛在后面 人工智能 中国在其中获得了对世界其他国家的 惊人竞争优势 将不会被人类的愚蠢所阻挠 好 这篇文章就到这里 我们接着看德国读者的评论 非常好的文章 而我们的政府就是瞎了眼 跟我们最大的盟友美国挑起矛盾 我甚至不想谈论欧盟 欧洲现在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了 我们宁愿拯救气候 成为非洲和中东的社保局 前景真是太不妙了 经济上对中国的依赖 是否让我们变得更加富有 对少数企业和投资者来说 是的 但对老百姓呢 我不这么认为 20年来每天都有工作岗位被削减 并转移到中国 德国的工厂工人 德国的女裁鹏 会在这里创造繁荣吗 我们的繁荣是建立在 国外廉价工资的基础上 中国企业的生产也搬到了邻国 也许在某些时候 德国会出现大量的工厂工人 但那样我们将调回到 50年代的富裕水平 为什么我们不理解 显而易见的东西 这是关于全世界社会制度的斗争 中国坚信自己的制度是比较好的制度 到2049年 台湾将被纳入中华民国 100周年的庆祝活动中 我们会见证这一幕 德国知识纠正一下 这位德国人其实不知道 Republic China是指中华民国 而不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 但他其实想要表达的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 也难怪普通德国人哪分得清 知道有Republic China这个说法 已经算得上是中国通了 好继续往下 美国也不会因此而发起世界大战 欧洲还没有醒过来 就已经在经济和政治上 对中国产生了依赖性 我们大家都对德国汽车行业 在中国的高销量数据而感到高兴 但习近平的政治决策 可以一夜之间阻止他 那接下来呢 我们在欧洲有什么替代计划吗 我们自以为可以用气候变化 和废除燃煤电厂 以及提及京都协议来回击 却丝毫没有注意到 这是如何被解读为软弱 如何在争夺全球主导权的过程中 被一笑而过 接下来这位网友是对报道中的 这句话发表自己的看法 人工智能 中国在其中获得了 对其他国家惊人的竞争优势 将不会被人类的愚蠢所阻挠 中国已经有了不可撼动的领先优势 它是一个新的 也是唯一一个世界强国 我们的子孙将在中国的 世界社会控制体系中成长 德国以及西欧 越来越多的偏离市场经济的道路 通过操控单边补贴的意识形态 来决定经济运行 非常棒的文章 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人 一点也不奇怪 中国人一直把自己视为世界的期待 中国想回到曾经的地方 到世界之巅 其实是受中国哲学的影响 读孙子吧 他囊括了一切 拼不过对方就退让 比对方强带的要出击 研究敌人和他的弱点 要有耐性 实时出击 这正是中国正在做的事情 他们思考时间的维度完全不同 如果一件事情需要20年 到30年才能达到目标 他们都没有问题 这也是长期以来 美国会输掉中国的原因 美国人太短视了 另一方面 中国从来就没有帝国主义的野心 靠向世界其他国家出售自己的产品而延续 而且权力的基础很薄弱 即共产党的继续存在 如果共产党解体 庞大的帝国将成为历史 两者都是错的 中国一直有吞并的欲望 西藏 满洲国 几百年前的日本 越南 现在的柬埔寨 以前的安南 共产党不会解散 至少在本世纪不会解散 其对权力的掌控力太强了 在以前的帝国时期被称为天子 这当然也适用于共产党 只有当他失去天子的时候 才会被推翻 之前不会 好德国知识不得不说两句 德国佬虽然知道一些中国历史 但是都错了 东北本来就是中国的 满洲国是被日本扶植起来的傀儡 中国从来没有骚扰过日本 倒是过去一百多年来 日本多次侵略中国 给中国带来深重的灾难 德国人觉得历史真TMD的变态 气死人了 你说的全对 我们政府想的没有那么长远 我们更愿意把时间花在当前一些 鸡毛蒜皮的小事上 我们没有任何人 像中国人想的那么长远 新产生的中美终极权力集团 为其他国家留下了独立的空间 然而德国需要一个概念 一个战略和一个新的商业模式 我们的政策在未经讨论 或者没有必要性的情况下 就依然决定退出能源领域 不幸的是 这不能成为未来成功的基础 此外我们过于小心翼翼 痛失德国在工程文化和教育体系上的 良好战略地位 有趣的视角 遗憾的是 文章没有说明德国如何避免这个问题的办法 我认为我们应该在前瞻性 新经济领域和研发方面加大投入 比如在人工智能方面 德国式教育 特是第三产业的教育方面 也应该与中国合作 当然 德国也有初步的构想 在未来的全球经济中 也许德国会成功的在冷门产品 确立自己的地位 类似于欧洲小小的瑞士 德国知识 我现在补充一点 这个人提到在人工智能方面 德国应该加大投入 我就发表一下我自己的看法 我认为这是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因为 其实在欧洲也差不多 他们左减自负 自己颁布的特别严厉的法律 来保护私人的信息 也就是人工智能需要大数据 没有大数据怎么搞人工智能 所以这方面 如果欧洲的法律还是这样 目前这无解 也就是他们 仍旧会落后于中国和美国 在人工智能方面 长期以来 我一直认为 长期关注注意气候 性别认同等无足轻松的问题 纯粹是在转移人们的注意力 这样一来 德国和欧盟 在经济和经济上 没有明显的概念 我们每天都在一步步落后于中国 中国马不停蹄的 变得越来越强大 我正在认真考虑 让儿子到英语国家读一年书 然后再去中国读一年 外语能力有益无害 这种发展趋势是无法阻挡的 因为连阻挡的意愿都没有 德国知事来发表一下看法 看来这位女士还是挺明智 挺有前瞻性的 她看到了中国的发展趋势 势不可挡 那就训任行事吧 中国之所以富强 是因为中国人让西方民主国家 互相玩弄与鼓掌之间 以获取利益 自苏联以来 我们知道如何对付一个 视生命为草芥的非人政权 我们也可以以此来对付中国 但今天这已经不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 也不是一个共同的前瞻性行动 现在是个人自扫门截血 利润是唯一的标准 我们只会考虑到下一个季度报告 这是缓慢的 但肯定是西方民主国家的终结 我们罪有应得 我们的社会自私而腐败 担任领导职务的都是那些精神病患者 自恋者和社会病患者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完全没有能力团结起来 应对这威胁 好的 我这是补充 治理的威胁 当然它是指中国的威胁 中国人不是我们的威胁 他们现在乐祸的看着我们的国家 欧盟是如何自我解体的 万不得已是 还是美国作为盟友 总比依靠中国要好 如今我们的汽车 化工 航空等行业 已经完全受到中国的影响 好文章 这就是中国古代儒家思想 与毛泽东市运作的 一党专政融合的结果 毛泽东本人在文革中 继续按照老哲学家的思想工作 中国的权力原则是 真正的战争 基本上不使用暴力 就能打赢 万不得已时才诉诸武力 丝绸之路 对应的是中国古代一种兵法 长期以来 中国通过包括葡萄牙 在内的欧盟一副成员 阻挠欧盟对华的重要决策 在16国集团中 在这里是指东欧16国 中国与欧盟的 维谢格拉德国家合作 并在此施加影响 欧盟在多大程度上 没有能力采取行动 还有待观察 特朗普是第一个认证对待这个问题的人 让我们看看拜登接下来将如何进行 极好的评论 你显然很了解中国历史 我们西方的整个感知 在这里完全没有为中国的兵法做好准备 不幸的是 我在过去20年里知道的 所有德国政府的中国专家也都一窍不通 好 各位网友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里 我们可以发现 这位大学经济学教授 对中国的观点极具意识心态 用这种心态看中国 完全会看走眼 不过这是西方国家的痛病 一旦意识形态占上风 就不可能很客观的看待事物的对象 在洋洋洒洒的文字中 他光指出问题 却没有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大部分留言的读者 对德国以及西方应对中国的方式很不满 同时对于中国的日益强大 他们确实有一种恐惧加无力感 与西方大多数国家一样 他们对未来的看法是极其悲观的 这点与中国人很不一样 好 大家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们下期节目见了 拜拜